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辣子肉丁 试着好礼,差着千里的说法放到餐桌上 哪怕是初试极其相近的食材 经历了与不同调味料的搭配和各异的烹饪技法后 端上桌的味道迥异 比如这辣子肉丁 虽然和辣子鸡丁一样以鸡肉为原料 成菜后,一个吃的是细嫩酸辣 抛椒味浓郁的家常味道 一个吃的是两次炸之后的鸡肉 干香酥脆的嚼头 当辣子鸡丁的麻辣刺激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舌尖淡化 辣子肉丁以其源自农家味道的家常风格 易均,突起 原料选用鸡胸肉一块 约300克 有鸡腿肉食更理想 窩笋约200克 去皮后切成约1厘米建方的小块 备用 配料选用四川产的泡辣椒两只 切成碎末 皮线豆瓣约10克 约20克蒜切成蒜末 20克姜切成姜米 一根葱切葱花备用 鸡胸肉切1-1.5厘米建方的肉丁 然后倒入容器中 加入1茶匙约3克的盐和约5克的姜末 再加入1汤匙约15毫升的料酒 抓匀味料后 腌制大约15分钟 15分钟后 加入1汤匙15毫升的烹饪油 和味料一起抓匀 因为用的是鸡胸肉 炒制时火力掌握不好的话容易发柴 所以要在味料腌制后 加入烹饪油 锁住肉块中的水分 趁着鸡肉腌制的时间 烧小半锅水 水开后将切好的莫笋段倒入锅中 盖上锅盖 再次沸腾后关掉火头 待锅中不再沸腾 滤出莫笋钉备用 中高火热锅 锅中倒入约50毫升的烹饪油 适当地晃动锅中的烹饪油 等油烧热后 将鸡肉丁倒入锅中 快速滑炒约一分钟 等鸡肉的边缘出现金色时 立刻关掉火头 将鸡肉丁盛出来 此时的油锅温度仍比较高 可以先将切好的泡辣椒碎末 倒入锅中 翻炒大约一分钟的时间 将酸腐味炒出来 锅中沸腾的油泡越来越小 可以将皮线豆瓣酱倒入锅中 划炒出金红的颜色来 随着炉头慢慢冷却 锅中炒皮线豆瓣的油 也渐渐地凉了下来 此时可以将火头重新打开 火力定在三档 加入适量的冰糖和皮线豆瓣 抛焦碎末一起翻炒 大约一分钟的时间 炒到冰糖完全化掉后 可以将姜米和蒜末倒入锅中 和味料一起翻炒 此时的火力仍停留在三档 不用担心锅中的味料被炒糊 大约一分钟后 等到姜蒜的香味被炒出来 锅中隐隐地出现粘锅的现象时 就可以开大火力 加入约20毫升的料酒 滑炒味料 彼此融合 然后加入鸡块翻炒 尽量让每一块鸡肉丁 均匀地入味 找色 翻炒大约30秒后 将汆烫好的莴笋丁 倒入锅中 翻炒 炒匀所有的味料后 就可以关火 起锅了 上桌前撒上葱花 辣子肉丁 看似粗糙的风格 终难免几分香土气息 可四川人 关于味道的原则 从来是英雄不问处处 若论味道的层次和口感 辣子肉丁 丝毫不输给那些 高墙大院里流传出来的 名菜佳肴 家家户户 泡菜坛里 信手拈来的泡辣椒 皮线豆瓣酱 浓郁的酱香 和红亮的色泽 下饭菜自有下饭菜的 诱人之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